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马来西亚华人捐款高达54亿国币 马来西亚华人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群体 我出生于马来西亚北方的吉打州 也被称为稻米兹都的地方 没错跟马来堂哥是同一个州属 只是我的家乡在吉打州的南面与槟城的交界处 从小我父亲时常会在家里哼着中国的国歌 也对中国的新闻特别的关注 他老人家时常告诉我当年他是从哪里 到了汕头的码头怎么下南洋 当时中国的家乡在哪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等等 他也时常跟我说中国会越来越强大 是沉睡的巨龙 这是我小时候对中国的第一个印象 也希望有一天能去看一看 2015年我出差到了汕头 当地的朋友带我到汕头到处旅游 其中对汕头码头的旧子最有感觉 依稀可以看见当年爷爷和父亲的背影 疫情后我想再带老父亲到汕头旧地重游 我父亲出生于1934年今年87岁 同年就是溥仪在日本的控制下成立了 为满洲国 他在10岁的时候也就是1944年跟我爷爷一起踏上了下南洋的旅程 马来西亚受到因殖民后和欧美各国的强大影响 很多华侨开始让孩子注重学习英文 甚至觉得放弃中文学习 在父亲的影响下 我坚持了学习中文和文化 中国的日欲强大 让全世界都开始学习中文 身边之前不学的朋友们也开始羡慕我会中文 这些真的要感谢我的老父亲 马来西亚华人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群体 据正史记载 打从汉朝起就已经有华人下南洋到马来半岛的记录 而唐朝时期就已有少量的唐人南下马来西亚半岛进行商业活动 之后在明朝正和下西洋期间 更是陆续有越来越多华人和当地人通婚的记录 我今天借鉴国家人文杂志王先生的文章的一小段来叙述 当年中国抗日战争期间 全球华人当中 哪个群体为中国捐助了最多的抗战资源 不是当时已经富裕的欧美华人群体 而是当时还是依毙旅穿默默无闻的华人群体 马来西亚华人 1937年7月7日 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马来西亚华人积极支持中国抗战 掀起了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资源抗战 保家卫国行动的热潮 最后从1937年至1941年的四年当中 马来西亚华人为祖国募款达54亿国币之多 要知道当时45000国币就可以买一架战机 54亿的巨款占当时全世界华人募款三分之二以上填补了中国近半数的战争开支 当时国民党中央设有一瓶数 各地华侨捐款最多者为马来半岛人数少而捐款多者为英国 菲律宾和南非三地僑胞 当时全马华侨总人口210万平均每人达15元 按当时物价及实际的消费水平足够一个人三个月的伙食消费支出 逐渐当时华侨的爱国热情 马来西亚华人从早期的动员组织募款到最后的投身战场做出很大的牺牲 导致马来西亚于1942年也沦陷之后 华人惨遭了日军残忍的报复 这些历史国内知道的人并不多 但马来西亚这群极其特殊的群体一直都在 保留了当初华人的文化习俗 说得一口流利的中文一直到今时今日 这就是我们马来西亚华人的故事 后面有时间会再制作更多关于马来西亚华人的视频 讲述我们的故事给大家 谢谢